是,那其中一位主理 三位幫你今天來的代表 愛情肥造劇 我看過了 我真的覺得你也不可思議 因為你今年明明 拍了另外一部白米炸彈 這麼嚴肅 這麼的社會 這麼的飄海 愛情肥造劇 好娛樂 而且非常幽默 而且非常非常鮮豔的一部喜劇 你是要轉換心情嗎? 還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你在這次的跨國工作 裡面選擇了這樣的題材去做嗎? 對,從這就是轉換心情 因為第一稿劇本跟後來電影生命 是截然不同的同時 然後那時候就是處在 你想死的階段 真的想死就覺得 怎麼了? 然後就不能 那其實心裡有很多話 想說過不去 就要演員無解 然後我覺得電影 就是拍電影不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好歹我還有個武器 就是電影 所以就 就 不然這樣說可能是偉大的作品 就成為動物中出來的 那雖然說它內容 跟我以前拍的截然不同 然後可是我其實裡面 也還蠻自於愚人的一般這樣子 然後就很幸運的是建偉跟 跟那個意大利的主角 Mango Siktoni 很奇怪說他們兩個相處 不到一個禮拜我們就拍拍了 對 但是卻因為火黃 對,化學作用非常好 然後我也很高興建偉就是 讓大家看到有別與半皮炸彈科 然後加上它過往 年人改變可能就是 Do I am 什麼這種 那其實它很時尚 很優惑的邊緣 那建偉來聊一下 這部片裡面又講國語又講台語 又講英語又講義大利文 你發現你的口條不是好 你的語言能力超強的 為了要爭取 就可以跟義大利美女演七、二世的氣氛 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可以多容一下嗎 大概就花了30個時間 努力到現在 終於可以跟義大利的演員合作 對,人界、仲界、仲界、仲界、劍視和劣界 就是有這個機會在白戰的那個形象之後 跟著做義大利的這個新劇本 這個完全有絕疑的劇本 然後去進入另外一場表演 然後就把他們的威力從進開始 然後結果會想到 你這樣子的威力就走到威尼斯 然後你到台北進馬英戰 我覺得就是awesome 太開心了 對,感謝你 那也感謝你 那謝謝建偉 那我們接下來要歡迎順哥 其實剛才你很快發展 因為剛才在介紹台灣新電影 你幾乎變成小 你是黃化石 哈哈哈哈 你還是自己走過來 還活著 最重要的在表演之一 那我覺得最近這些 我們已經 焦波看到順哥在電視上 在結束的表演 入人兩次金鐘獎的最佳男主角了 呃...我看過你那一段 太震撼了 真的 呃...就是 李李康生在蔡文亮電影 還令人不可思議的 你...你是怎麼樣經歷那個煎熬 或是突破來決定演出 這次主演工場二這一段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剛剛你接這個新電影的時候 是有一點... 有一點非常驚訝的 因為看到曲子就會很害怕 然後曲子是新電影導演 然後... 那開始了 他又姓侯 三十年前我是侯導演 侯濟然導演是這一段的導演 所以三十年後 對開店的感覺 真的是不一樣新的體驗 但是我覺得蠻開心的 又可以回到這個大一幕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而且你真的不只寶寶未老 而且我覺得你跟一些 一堂一宣都站在 Cravity他們互動出來 就有另外一種 你依然的魅力 所有的心鬼都會愛上你 很快不等了 所以不能再繼續講下去了 請大家期待 那個順分在這次 才五少二裡面的表演 學生會讓眼睛掉出來 太可怕了 好 就到此為止